Hello 大家好 我是Jacky 我們家媽試駕是 BMW i5 Turin 而且是 E-Drive 4.0 版本 身為一個 BMW 旅行車車主 我只能說這台車確實顛覆我們 對於 BMW 旅行車的想像 我們就要一一解釋一下 那一樣整理出重點給大家 首先第一個呢 這台車是我認為 你在 BMW 買到旅行車裡面 非常超值的一個選擇 首先呢 它是目前市場上 我認為唯一的純電旅行車 因為我覺得 Tai Con Sport Turismo 或是 Cross Turismo 都有點太跨界 旅行風味不是夠強烈 那這台車就是正統的旅行車 339萬元 你就可以直接買到旅行版本了 獲得一個更大的行李箱空間 真的是很超值得 那第一個重點 談及它的空間表現嘛 它的行李箱空間 跟車電相比 直接上升了50公升 又一樣售價 買到更大的空間 真的是很讚的 可是呢 你跟 G31 就是汽油版本 上一代相比的話 它們兩個行李箱空間表現 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這台車格已經放大了 我們要再去檢視一下 到底為什麼 最後一個重點呢 這台車畢竟就是旅行車嘛 那旅行車開起來怎麼樣感受 是很重要的 我們就來比較一下 跟 i5的車電 開起來會有什麼樣的差異吧 GO 在正式介紹行李箱之前呢 有一個東西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這也是我認為 i5推運之所以讓我們覺得 顛覆我們想像的一個地方 就是這個 它的後擋風玻璃 以往不管是三系列還是五系列 它的後擋風玻璃 只要是旅行車 都是一定可以直接單獨開啟的 那你有使用過 就知道這個東西有多好用 不管是工作車 或者是說你提的離後面很貼近 你覺得我們開不了的狀態下呢 都可以單獨打開去拿東西 真的是很棒的 那我實在是不知道 為什麼這是編代表 要把這個東西取消掉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跟造型無關 就是單純的成本考量而已 所以請一定要把它加回來 至少下一次把它加回來 拜託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行李箱 那你行李箱空間表現呢 這台車在標準狀態下 可以提供給你們 570公升的裝載容積 Sedan則是520 等於說直接成長了50公升 這真的相當有感的 那我們看一下 放了我們自己的登機箱之後 它裡面的深度 寬度 以及高度 我覺得都是非常非常充足 而且平整化的表現也是很好的 這個就是你買到旅行車的一大重點 那如果說你把後座椅背 全部傾倒裝了一下 則是可以扣動到1700公升 那這邊有個問題 這次呢 G61跟上一次G31 其實車格起來是變大 車廠直接突破了5米 但是行李箱空間表現 容積卻是一模一樣的 最主要問題就在於 它下面有一個電池 有了這個電池之後 你的隔板打開 它就沒有辦法再放更多的東西了 而且以前G31 是一個可以整片掀起的 下面還有一個油壓頂竿 看起來爽感是真的好的 但是現在就是沒有了 這個是我覺得稍微比較可惜的地方 那以機能性的表現來說呢 BMW 5系列或是3系列 只要是旅行車 它都是424分離傾倒的座椅 那你再換個長型的物品 只要不要太大 都可以保佑兩個實際乘坐的空間 然後傾倒之後 1700公升 平整性我覺得也是非常好的 這點是真的還不錯哦 i5 Touring的內裝鋪陳跟蛇電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哦 OS 8.5 BMW曲面螢幕全部都有 而且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是呢 i5 eDrive40上面所有的配備 在這台上面全部都是標配 所以一個都沒有少 你可以再多獲得一節新型箱 直接大了50公升 所以實用性上面 超值度上面 我覺得i5 Touring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錯的哦 那我們今天試駕的是eDrive40 搭載的是後軸單馬達 最大馬力340匹 最大扭力呢 則是43.8公斤米哦 那這台車由於多了一節尾箱哦 所以它車重比起Sedan 多了50公斤 0到100加速就會慢了0.1秒 Sedan是6秒 在這台車是6.1秒 但是以體感上來說 它這0.1秒 真的感受是非常非常細微的哦 真的是感受不太出來 而且6.1秒其實也是夠快的哦 然後電動車有一個最大的優勢 就是它加速真的即時 你踩下去動力就是直接有限 開起來感受上面是真的很好的哦 而且如果你以前開過像是G31的530 你會發現這台車的動力 基本上是540的水準哦 等於說這個加速感受真的是不一樣 那我也覺得 這是新世代電動車非常大的一個優勢所在哦 那可是畢竟是BMW嘛 是5系列嘛 是旅行車嘛 它這個底盤設定 就還是跟i5一樣 是相對來說比較偏軟的調性哦 雖然說這台車有免費選配的 運動化的懸吊 但是它這個開起來的路感 真的還是相對來說比較舒適的哦 它會帶給你一點點 好像有運動化的錯覺 就是路感回饋相對來說多了一些些 但是其實整個車身的晃動感受 是很明顯的哦 尤其當你的車速一加快的時候 你再轉向 你就會發現這台車的側傾是非常非常大的哦 尤其是這台車的車重很高 慣性很大的情況下 你就會發現哇 這台車的晃動感受 真的是有一點點不舒服哦 我說的是開快的時候 不是開滿 開快的時候那種不舒服 加上不安心感受 就會讓你覺得 哇 我今天開始變搭嗎 不是吧 這跟我以前變搭的印象 實在是差太多了 也是讓人家最在意的一個點 可是呢 除了這之外 這台車還有一個東西 也是讓我很在意 就是它的轉向手感哦 除了Sport模式之外 其他的模式之下 它的轉向手感都是很輕的哦 你不能說它轉向虎 轉向其實是不虎的 但是就是很輕 那很輕就會讓你有一種飄忽感 除非你用Sport模式去開 如果你願意 整趟旅程都是Sport模式 那我覺得你可以放棄掉這個問題 可是 如果你不行的話 你就要真的去收心一下 這個相對偏近的轉向手感哦 好啦 那如果說你不是一個很戰鬥派的話 你覺得買到5系列 其實我不需要每天戰鬥 通勤跟出去玩 畢竟是旅行車嘛 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們就看一下它的續航歷程 這台車邊搭載的電池 同樣是83.9度 由於它比較重 所以它WATV測試標準下來 是560公里的續航歷程 Sedent則是580 但是差了這22公里 我覺得其實沒有差 就在於你右腳的輕重程度 就可以把它抵消掉了 那以這台車來說呢 它的快充最高可以支援到 205千瓦 10-80%電量補充 在30分鐘內就可以完成了 跟一般大部分電池車 都是相同的水準 而且呢 如果你真的很趕時間的話 馬上去找個快充站 快充10分鐘 就可以補充 大概150公里的續航歷程 我覺得實際使用上 是不會有太多問題的 畢竟WATV標準560 你算一下打個八折 大概也有400多 我覺得一般通緝 真的是非常非常夠用的喔 新世代5系列 我們已經製造了非常多次了 包含i5的Sedent i5的Turing 以及520i 還有一台i5的M60喔 那除了M60之外 每一台5系列 開起來真的就是 比較偏舒服的調性 畢竟M60它多了一個 電子化的氣壓懸吊 那個真的是差很多的喔 那這樣舒適的調性你會發現 開起來確實少了一點 比以前的味道 但是這個就是他們對於這個新世代5系列所富有的樣貌 他就希望你開起來舒服 開開心的出去 跑山就交給其他車款吧 除非你買到了M60 或是選配的電子化懸吊 那身為一個比較老的 BMW車主 以及BMW旅行車的車主 你會發現這台i5Turing 確實少了蠻多靈魂跟東西 至少很多我覺得BMW旅行車很棒地方 它都沒有保留到 這就沒辦法 BMW自然5系列旅行車就是這個樣子 你要買就只能買它了 所以關於這台車有任何的意見 都歡迎留言跟我們分享喔 最後也請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跟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次設再見啦 掰掰